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Mandy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总统大选 如果你非常关注美国时事的话 相信你会知道11月3号就是正式的选举日了 现在距离11月3号已经短短的不到20天了 如果你并不是十分关注美国时事的话 相信你也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拜登和特朗普的总统辩论 然而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非常困惑 为什么总统选举选了一年多 拖拖拉拉的还是没选完 以及初选primary和党团会议caucus又是什么鬼呢 2016年希拉里获得了票数比特朗普多了3米连的票 为什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呢 每年大选日为什么在周二举行 今天呀我就要跟大家捋一捋大选的时间线 捋着捋着你就明白了 今年呢是美国第59届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选的是第46届总统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 今年的总统竞选真的是万众瞩目 首先呢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原因 他是一个特别享受美光灯 享受众人瞩目 众人追捧的感觉 如果知道小伙伴会发现 他其实在欲望都市还有参演过 并且在一些电影啊电视剧中 都饰演过一些角色 而唯一的共同点呢就是他饰演的这些角色 都是他自己本人 并且如果你紧紧关注疫情发展的话 特朗普在三周之前被诊断出新冠肺炎阳性 虽然现在已经出院了 但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 让这个大选格外的好看 大选的另一方呢是拜登 他是奥巴马当任时期的一个副总统 因为奥巴马在执政时期特别受美国人的喜欢 所以大家希望拜登可以借着奥巴马纳斯的成功 可以扭转现在美国的局面 这里说一下接下来的视频内容 我会尽量以客观的角度来叙述竞选的过程 以及梳理一下时间线 并不会抒发个人的太多观点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一切都要从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开始说起 那是2017年的一个冬天 大多数美国总统走马上任的1月20号 特朗普成功从一位商人转型成为政治家 并且一战就站在了美国政治界的顶峰 同年2月份特朗普就非正式宣布 他要竞选总统的第二人 从7月份开始 他的竞争者便越越欲试逐渐开始报名参赛 想象一下美国总统选举 是一场终极王位争夺赛 在争夺的初期呢 各个竞争者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报名 他们有可能并不是一位政治家 有可能是一位科技精英 商人 作家 以及精神领袖 或者像康年威斯坎爷一样 只是一个舒畅歌手 这里特别提一下 第一位打算跟特朗普竞争总统资格的人 John Delaney 他早在2017年7月份就开始报名了 打破了历史上第一位报名参赛总统的记录 可想而知 他想PK掉特朗普的心情是有多么急迫 我现在说的这条时间线呢 主要是围绕着特朗普的对手方 民主党来说的 这条蓝色的线呢 代表民主党派总统候选人 对外宣布自己准备竞选 加入角逐 橙色的线代表候选人退出比赛 整个竞选流程其实是先在党内竞争 从民主党内挑选出一个最终能够与特朗普实力相抗衡的人 从2018年年底到2019年中旬 是总统候选人报名参赛的鼎盛时期 19年1月份的时候 只参赛了两个多月的西弗吉尼亚参议员Richard Ojeda 就决定放弃了 从2019年7月份开始 退出的候选人逐渐增多 到这里你可能就发现了竞选美国总统 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截止日期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报名 又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退出 我总结了一下 一共有三个原因会让候选人退出竞选 第一成功希望渺茫 第二在闹出点声势之后 转而竞选州长以及参政议员 第三资金不足得不到有利的支持 比如说Kamala Harris 他其实早在2019年1月21号的时候 就打算自己竞选总统 然而在同年的12月份 因为资金不足只能退出竞选 不过还好8个月之后 拜登挑选了他作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 现在来说一下debate辩论 很多人可能会知道最终的总统辩论 然而在之前的民主党内辩论 也是竞争非常激烈了 今年就足足办了11场辩论 这些辩论不仅给候选人提供了充分曝光的机会 并且也会筛选到一些厚脸皮的竞争者 比如有些财大气粗的竞争者 他想在竞选过程当中多待一会儿 但是党内辩论其实也是有参赛资格的 这里就不细说了 从19年6月份开始差不多 每隔一个月一场 到了2020年2月份 居然办了三场辩论 大家可以看出 每场辩论之前之后都会相应淘汰掉一部分候选人 在2020年3月15号 最后一场民主党辩论结束之后 剩下来的候选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到了2020年2、3月份的时候 这场民主党党内候选人争夺赛 就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初选 primary和党团会议 caucas 初选是由各个州及地方政府组织的 大家二话不说直接投票 而党团会议caucas是由一些民间的政治组织所举办的 他们会率先挑选出一个场地 大家先发表感言 为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拉票 然后大家再进行投票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初选和党团会议是间接选举 跟最终的总统大选普选是不一样的 这里是选出投票代理人 并不是直接挑选自己心仪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这两个事件都非常重要 相比于党内辩论 以及各个活动的曝光率来说 初选和党团会议会直接决定一个候选人 最终是否有资格跟对手党特朗普来进行竞争 说白了 初选和党团会议就是民主党内的一个大选 不论之前各个候选人如何的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都要经过这一轮最终选 而且最终只有一位获胜者 现在您该知道了 拜登就是这一位获胜者 通常的初选和党团会议会从竞选年 比如说今年就是2020年的1月和2月份开始 逐渐在最终的11月总统大选前结束 之所以初选和党团会议在各个州的不同日期所举行 是为了给候选人充分的时间准备 到不同的州来进行一些宣传活动 好了说了这么多关于民主党的党内竞争 我们终于要来说一下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的竞争情况了 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 现任总统都会竞选第二人 而现任总统的党内之间呢 也不会推选出其他的候选人来跟他竞争 只会一心的支持现任的总统 然而由于这次呢情况比较特殊 早在2019年2月份开始 就陆续有三位竞选者打算挑战特朗普 虽然他们这种情况其实是以卵击石 但是还是佩服他们的勇气可嘉 而且很多州自动取消了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和党团会议 全力支持特朗普 并不给这些挑战者一个竞争的机会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目光呀 都聚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大党派竞争当中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党 比如自由意志党和绿党 每年都会有几个零零散散的候选人跳车来参加竞选 并且呢个人也可以以independent身份 也就是不隶属任何一个党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 最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 今年7月4号 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Conian West 对外宣称自己打算竞选美国总统 并且一旦成功 他打算任命特斯拉的CEO Elon Musk 接管美国太空计划 哇哦 我只能说这画面很美 终于 我们终于说到了美国大选的最终章 川普和拜登的一对一竞选 现在呀 每一周都是精彩看点 9月29号第一场川普和拜登的辩论 10月7号副总统之间的较量 原理第二场总统辩论被特朗普取消 因为他想要面对面的单挑 然而我们都知道 被诊断出新冠肺炎的是他 又不是别人 所以这一场会不会被改期 还是很难说 10月22号第三场 也就是最后一场总统辩论 11月3号正式大选 很多小伙伴会很好奇 为什么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 都是在星期二 而且都是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 其实呀这一点还是有点贴心 因为选在秋天呢 农民刚好收割完庄稼了 然后周日大家可以去教堂做礼拜 周一大家有充分的时间 来到投票地点 周二进行正式的投票 那么大选的最终结果 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比较 谁获得票数多 谁就是最终的赢家 虽然美国大选全民参与 但各个州的选举结果 只是决定了最终选举人的投票走向 全美国一共有538个选举人 谁最终先获得了270位选举人的支持 谁就是最终的赢家 然而选举人的分布呢 又是根据各个州的人口数来决定的 比如说人口密集的加州 自然会比人烟稀少的蒙大拿州 多了很多选举人 这就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2016年 希拉里·克林顿获得总票数 比特朗普多了三米脸的票 足足300万 然而还是以失败告终 那是因为尽管投他票数的人很多 但是他却没有赢得足够的选举人投票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共有100个人 一共有三个州 ABC A州文化水平高 人口密集 相应分配10个选举人 B州 C州相对偏僻 只有5个和6个选举人 希拉里就算获得60票 其中在A州 赢得了该州的所有的选举人投票 然而特朗普只得到了40票 但是却赢得了BC州的全部选举人投票 那么 即使希拉里多了20票 但还是不及特朗普 对美国政治感兴趣 但又不喜欢枯燥无聊的政治剧的小伙伴们 推荐你们去看两部Netflix上面的两部神剧 第一呢 叫Politation 讲的是一个美国小男孩 从小立志成为美国总统 然后通过了一些荒诞有趣的故事 一步一步还真的离总统很近了 整部剧呢 色彩非常浓郁 偏有复古风 对于追求画质的小伙伴 应该说可以大饱眼福 而且男主是特别火的 百老汇音乐剧 Dear Evan Hansen的前男主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哦 第二部剧呢 叫Designated Survivor 讲的是美国白宫遭到了恐怖袭击 所有当今重要的政客 包括总统 副总统 以及所有的重要的大人物们 全都不幸遇难 只有一步替补选手得以存活 然而呢 他却莫名的被拱到了当今总统的地位 好了 如果你坚持看到这里 并且喜欢的话 请点赞支持订阅哦 因为你的支持 对我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